柔道国手杨永伟昨天在阿布达比举办的柔道世界锦标赛当中杀清了金牌之战 所以后来败给了乔治亚的对手 但是呢拿下银牌还是写下了个人和台湾在赛史上最佳成绩 也笃定会以奥运积分榜首拿下奥运的头号种子 也是今年巴黎奥运当中台湾争夺金牌的希望之一 和来自乔治亚的对手在场上厮杀 台湾柔道国手杨永伟在阿布达比参加柔道世界锦标赛杀进金牌战 杨永伟穿着白色道服进场和对手不断找机会进攻 两人也透过坚强意志力来防守 不轻易让对方得分 但最后杨永伟遭到反衰 被对手拿到一次半胜失掉宝贵一分 虽然只收下银牌 但确定将以头号种子前进巴黎奥运 在舞台上和其他获奖选手合照 尽管没有拿下金牌 但已经缔造台湾男子柔道史上 以及他个人生涯的最佳成绩 他也在社群平台上发文说 谢谢大家给他满满的应援和正能量 获奖后他也表示 记录就只是记录 只想要更好 所以不会满足于此 已经尽全力面对每个对手 很享受这个过程 积极度的方面也比之前的 搭配的还要好 三脚压制的一个控制 只差那个一点点的几秒钟 这是我们觉得 真的是很可惜的一个地方 这场市井赛是巴黎奥运积分 计算周期内的最后一场赛事 杨永伟拿下银牌后 也代表他确定 以奥运积分榜首之姿 拿下奥运的头号种子前进巴黎 期待他能在奥运赛场上 继续为台争光 谢谢台北综合报导